法国前总统尼古拉·萨克奇 礼拜二因为一桩贪腐案调查 被警方拘留问话 成为法国第一位被拘留的前总统 对于有意参选2017总统的萨克奇来说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去年3月 萨尔克奇被控在2007年竞选活动中 收受来自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资金 此案可能让他失去2017年 再次竞选法国总统的机会 不过这位保守派政客 否认对他的所有指控 他最长可被拘留48个小时 他的律师和两名地方法官 此前一天也遭拘留 国际律师梅斯诺强调了无罪推定原则 我们今天看到的 是第一次看到 一位前一位美国总统 正式被拘捕和拘捕 在法律上的法律 这是涉及萨尔克奇的六项案件之一 他还受到2012竞选活动中涉嫌违规的指控 不过萨尔克奇并非法国第一个受到司法起诉的前总统 2011年 另一位前总统希拉克被判在担任巴黎市长期间贪污罪名成立 获刑两年缓期执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尔克奇的六项案件之一